李书记 李书记 刘局长 你们抓错人了 抓错人了 抓错人了 刘局长 你慢慢说 到底怎么回事 王先生答应过矮门 他愿意出钱买枪自助矮门去中队 这都是给矮门买的 啥 给你们买的 刘局长 你好好看看 这么多武器组装起来 长枪有三百只 轻重计较二十顶 再加上几门小钢炮 足够武装一个正规营 你知道吗 邓华同志 他这是打着你们驱中队的幌子 在组织地下武装 可了不得 喂 我是李正 什么 是 我知道了 王雅铭关在什么地方 我问王雅铭关在什么地方 关在什么地方 落旧居留室 是 马上放人 放人 为啥 这批枪是给解放区的 解放区 王先生 让您受委屈了 不好意思 这是一场误会 我代表鲁南铁工委 铁路局和铁道游击队 向您道个歉 王先生 王先生 我已经给您作证了 这件事情 我也说清楚了 您别往心里去啊 别动我 你们这是干什么 放您出去啊 既然我被抓进来了 就不那么容易放出去了 真没想到你们共产党 这么不讲信用 恩将仇报 王先生 这场误会 是我们个别统治 工作失误所为 它不代表整个共产党 再说 这件事情 您也有不妥当的地方 我有何欠妥当之处 你看 这些武器 是用给解放区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对我们保密呢 而且还把这些东西藏在棉部包里 李书记 您也是个老地下工作者 您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么大批的武器 从国统区运进来 而且路上要经过这么多的关卡 不藏在棉部里的话 恐怕连济南车站都出不来 王先生 您应该早点把事情说清楚 那样刘局长就不会这样对您 事情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 和这么一个粗鲁没有文化的人说 和一个 连手掌批事都看不懂的人说 恐怕惹出的麻烦更大 好了王先生 现在事情已经说清楚了 误会已消除了 我看 李书记 邓局长 你们俩什么话都不要说了 既然把我抓进来了 还把我打成这样 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是坚决不出去的 你们俩走吧 你是说让我给王雅明道个歉 对 解铃还得寄铃人 我告诉你 我跟谁道歉都行 我就是不能给他道歉 为什么 放不下你的臭架子 我不是放不下我的臭架子 我是觉得他有敌特嫌疑 就是有嫌疑 现在抓他也不合适 我是让你为抓错了他而道歉 我 我没有抓错 我是老红同志 那事实都摆在你面前了 你怎么连认错的勇气都没有 当铁路局长之前 你可不是这样的 政委 连你也这么看过 我告诉你 我刘红以前是啥样 现在就是啥样 我认准了的事情不会变 王雅明就是有问题 证据呢 证据 枪就是证据 那些枪成不了你的证据 我告诉你 我会给你拿出证据的 老红 你咋还跟政委拍桌子瞪眼睛呢 有啥不对就认个错 兄弟之间没啥摸不开的 这儿没你的事 老娘们也滚开 看见了吧 这驴脾气 还不让人说话 嫂子 别管他 你去忙吧 政委啊 我真是搞不明白 那王雅明不就是个商人吗 不就是因为手里有点钱 能把国统区的货物运进来吗 你们上上下下 快把他捧成爷爷了 咋 怕得罪他 有这个必要吗 老红同志 我以前早就提醒过你 让你不要莽撞 不要莽撞 现在就是由于你的一时冲动 和不冷静 造成眼下的被重局面 王雅明不肯罢休 躲在牢房里不出来 现在社会上谣言四起 就连鲁南区位也在关注这件事 你的不冷静 比党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老红 你是个共产党人 现在一头是党的工作大局 一头是你的个人面子 哪个轻哪个重 你自己看着办 刘局长 他可能会上碼 也没有 million人 我可能会让你倒进衣簇 いて是他 帮助他 跑一kr 小北 局长 谁让你们上的搜 这 局 局长 我 我们 什么玩你的 把锁打开 是 以后不许再锁了啊 是 你们走吧 局 局长 那犯人 什么犯人 让你走你就走 是 王晏鸣 我跟你说啊 这门也给你打开了 少兵也给你撤了 想走你就走 你还别不理我 你要是不想走啊 那你就在这儿待着 好啊 那你就躺着吧 叫我 来 待会儿找几本破书 再找俩破柜子 知道吧 好 今天上午 华东局统战部也来了电话 在询问王雅明的情况 上级部门 怎么会这么快都知道了 是我跟陆南区委汇报的 陆南区委又报了上去 卢书记 你汇报的可真及时啊 官义同志 你什么意思啊 我向上局汇报 那也是经过李政书记同意的 再说了 我要是不向上局汇报 等上级知道了 咱们会更加被动的 洪哥 你坐 你坐吧 老黄 王雅明太久怎么样 我看见他了 我没给他道歉 因为我琢磨了琢磨 我还是不应该道这个钱 刘洪同志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们在党委会议上讨论好的 有你亲自向王雅明赔礼道歉 你也答应了的 怎么又临时变卦了呢 我咋就不能变卦了 王雅明有重大的敌特嫌疑 你们不知道啊 我跟他低头 我做不到 那做不到也得做 你想过没有 那王雅明在此那儿多待一天 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就多扩散一天 咱们肩上的压力就多增加一分 这可真应了那句俗话 请神荣誉送神难案 就是再难 这尊神也得尽快把他送走 他是啥神啊 就是个殃怪啊 再说了 咱也没有关押他 门敞开着也没有哨兵 他不愿意走 那怪谁啊 你们说 我觉得 这个王雅明 是在故意给我们南看和施压 他这样做肯定是另有所图 我觉得 就算是局长向他赔礼道歉了 这个僵局 我看也未必能打破 但至少也可以表示一下 咱们的诚意吗 就是呀 刘洪同志 你可是个老党员 我们大家 希望你能去给他赔礼道歉 郑伟 鲁书记 我看这事我去哄个去吧 不就赔礼道歉吗 我去 啥 你干啥 你赔礼道歉 你凭啥呀 我不能去 你也不能去 就是受处费也不能去 行了 行了 别抽了 不就这么说了你几句吗 至于吗 眼看就是你的错 你该赔礼赔个礼 该道歉道个歉 有啥呀 不行 这回不行 我做不到 这两天的事啊 我是翻过来 倒过去的想了又想啊 我错在哪儿了 我没错啊 你是没看见王雅明 在我办公室这个模样 喝三腰喝四的 就是省长来了 也不能那样啊 他是想激怒我 他就是冲我刘洪来的 冲我们铁道游击队来的 你说我能给他赔礼道歉吗 我难受就难受在这儿啊 你说 这政委为啥就跟我想不到一块呢 我说老红 政委水平那么高 他说的肯定是对的呀 你说的对 政委的水平是比我高 可是水平高的人 办啥事都对 就不行犯一次错误 我还告诉你 上次郑祥的事 他就犯了一次错误 也许啊 他还会犯第二次错误 等着吧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请进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李书记 我有重要的情报给你汇报 怎么 你胃又疼了 没事 你今天就让他们给气的 吃药了吗 还没够的事 来 赶紧把药吃上 你看看 药都没了你都不知道 明天我给你买点去 给我 还有用啊 来 坐下说 说吧 啥事 王雅明今天开始绝食了 他想干什么 谁知道啊 李书记 你现在该对刘洪他们 有个重新认识了吧 说到底就是江湖草莽习气 我倒不这么看 我了解他 他今天要不是那样 他就不叫刘洪了 你看看 现在问题都这么严重 你还在偏袒他们 好了 今天不说这个 现在当务之急 是王雅明的问题要尽快解决 以摆脱当前的被动局面 可是王雅明这么绝食绝水 把事情给搞得复杂化了呀 他是在一步一步地逼怎么呢 陆书记 要不你找王雅明谈谈 我行吗 试试呗 是啊 现在陷入了僵局 我只能去试试了 王先生 我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谈 你是谁啊 我是铁路局副局长 兼书记鲁大姑 刘洪为什么没来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我完全可以代表铁路局 也可以代表刘洪局长 你代表不了刘洪 你代表不了刘洪 必须让刘洪来见我 王先生 做事情不能太过分了吧 你跟刘洪对抗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要是真有本事 你要是真有本事 就去跟共产党的一级组织去对抗 我没有跟共产党的一级组织对抗 我是你们共产党请来的客人 不对吧 我们李政书记代表组织给你亲自赔礼道歉了 你不但拒绝离开 现在又以绝食相威胁 你这不适合我们组织对抗 这又是什么 你们无端的拘留我审讯我 并且打了我 几句赔礼道歉的话 就能了结吗 我也是有尊严的人 我必须体面地从这出去 那我倒想听听 王先生想要什么样的体面 第一 刘洪当面赔礼道歉 并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对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刘洪 必须给予严厉的惩处 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你们共产党方面的诚意 王先生 你的这些要求我会反映给我们组织的 至于当事人呢 我想我们组织上也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不过王先生我要提醒你 做事不要欺人太甚 如果事情做得太绝的话 我想对你没什么好处吧 陆书记 李书记找你来 真是找对人了 即使找别人来也会说同样的话 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们党组织决定的 那我尊重你们党组织的决定 但是 对于大人者刘洪 必须给予严肃处理 否则 我会直接去林仪 找你们省长去诉说 请通知我的人 让他来接我吧 好 王先生 实在对不起啊 这句话要留红来说 可惜他今天没来 王先生 现在医院好好养几天 医院那边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至于你提出来的要求 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不去医院 我要直接去林仪 去见你们的陈毅司令员 和黎玉省长 让他们看看我被打成这样 王先生 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陆书记 我这就是三思而后行 我们走 啥玩意儿 现在宣布 中共鲁南区委 对王雅明事件中有关同志的处理决定 鉴于王雅明事件 所造成的恶劣的政治影响 中共鲁南区委决定 对负有领导责任的 鲁南铁工委书记李正同志 给予党内通报批评的处分 责承其做出深刻的检查 怎么这样 对直接责任人 鲁南铁路局局长刘洪同志 给予停职检查 和留党查看处分 并试其对错误的检讨认识情况 决定其工作安排 大队长有什么错呀 这个处分是不是太重了呀 郑伟 这个决定我不同意 这也太狠了吧 洪哥就算有错 那也不能涉他的职啊 你把他涉了 其里去咋办 我们回去 郑伟 错没错咱先不说 自从铁道游记队成立以来 洪哥就是大队长 后来又是铁路局的局长 要是撤了他的职 那谁带着我们干啊 对 谁带着我们干呢 不能撤洪哥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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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组织纪性的 都坐下 莲娜 走下 李书记继续开会吧 鲁南铁路局局长职务 赞由鲁大姑同志代理 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诸位 这回啊 刘洪是彻底被斗败了 听说啊 他天亭喝闷酒 这个喝醉了就罚酒疯 耍哼 冯经理啊 刘洪还要去邻仪申诉 说内部有人落井下石 包兄 你看着吧 共产党马上就要起内讧了 是啊 请贼先请王 王先生兵不血刃 就把刘洪干掉了 在下实在佩服 铁路局一乱 我们的武器弹药 从此可以源源不断地进来了 王先生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值得庆贺 来 我们大家敬王先生一杯 来来来来 诸位 贪官相庆还为时尚早 不过我要借此机会宣布一个消息 我刚刚接到上封密令 早庄暴动定于民国三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一九四六年 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一 凌晨零点 打下第一枪 好啊 好啊 我们早就盼了这一天了 向共产党讨还血债的日子 就要到了 对 我提 来来 有我们手中的酒 为我们未来的胜利 干杯 好 好 干 我是谁啊 我是刘洪 我是铁道游巨队的大队长 他王雅明是谁啊 我打小鬼子的时候 他王雅明在哪儿 没准他正在当汉奸哪 对 他就是汉奸 我真是他娘子搞不明白 就为了一个王雅明 我刘洪竟然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 这他娘子还有没有天理 有话好好说 朝俺们喊啥呀 俺没有没惹你 咋啦 你男人在外边受了气 还不能跟你吼两声啊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这个老娘们 你乱指点 这才让我在外边揉了污拿气 啥 俺乱指点 俺指点你啥了 他们处分你 把你留在党里边查看 是俺让他们这么做的 就是你 你不是让我认个错吗 我要是不听你的 要是不认错 他们还敢这样欺负我吗 行 你不认错 不认错 那你跟他们干仗去啊 你低了着你的枪 把王雅明干了算了 你这个老娘们 你还别逼我 迟早有一天 我会把王雅明给崩了 我要是做不到 我就不是你的男人 娘 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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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你洪哥了吗 没有啊 洪哥这几天不是在家写检查的吗 根本就没写 成天蒙头呼呼大睡 俺说了他两句 他就生气了 昨天晚上走的 到现在都没回来 嫂子 局长会不会去政委那儿啊 俺刚从政委那儿过来 没去他那儿啊 奇怪 能去哪儿啊 嫂子 你别着急 一会儿我派几个人 到其他地方去找找 好吧 你先回去吧 别着急啊 嗯 今天 俺们在这个地方 举行隆重的仪式 是为了欢迎 开明身商王雅明先生 向咱们凌城县八驱驱中队 捐献枪支弹药 王雅明先生 是咱们本乡本土人 富不忘乡 落叶了又回来了 尤其是王先生 为了向咱们八驱 捐献这批枪支弹药 还蒙受了很大的委屈 今天呢 俺们借这个隆重的仪式 一是向王雅明先生 表示安慰和歉意 二呢也是表示咱们 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就有请王雅明先生 给咱们讲几句话 逼人王雅明 能有机会为家乡 为父老乡亲们服务 深感欣慰和荣幸 至于刚才邓区长说的 蒙冤寿区一节 区区小事合作挂齿 我要为家乡建设 为国共两党和平建国 接近绵薄贡献 现自愿捐献给 林城县八驱驱中队 轻机枪两挺 中正式步枪二十支 一支子弹五千发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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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嫂子 怎么样 整个藏账都找遍了 没看见红哥 嫂子 周边的地方我们都打听了 没有老红的消息 嫂子 你先别急 我们一定会把红哥找到了 俺家老红走的时候 是生着气带着委屈走的 俺真替他担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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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兄弟们 我来了一整天了 我是不好意思来见你们 我也真不想把我个人的事 跟你们唠叨 可我要是不跟你们唠叨唠叨 我就快憋屈死了 我现在实在是找不到 能听我说话的人 能为我做主的人 我不找你们 我找谁呀 你们也知道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火性大 可我还是讲理的 我不是啥事都胡来的 能干的事我干 不能干的事我不会干 我告诉你们 我现在干的这件事 我认定是一件大事 也是我刘洪认为 能干的正经事 兄弟们 我不骗你们 王亚明这个王八蛋 他不是个正经东西 你们跟我说说 我到底该咋办 兄弟们 你们要是能听见大哥我说的话 你们就帮帮我 你们大伙凑齐了 好好地给我咒咒他 好好地给我咒咒他 给我出出气 让我这腰瓣挺起来 让我这腰瓣挺起来 好呢 不说了 不会吧 人家 别叫你 我我现在都打个手 我现在会有钱 我现在都打个手 我现在就打个手 我现在就打个手 我现在已经打了 这你在哪 怎么会有钱 我现在就打个手 我现在就打个手 嫂子 刘虹同志有消息了吗 嫂子 刘虹同志离开家的时候 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没有 这就奇怪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一个大活人 好端端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你这人咋说话呢 啥叫说没就没了 俺知道是你容不下俺家老虹 要不是你 俺家老虹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嫂子 你这可就误会我了 虽然我和刘虹同志有些矛盾 可那都是工作上的呀 万一同志 你觉得刘虹同志会去哪呢 可能是向上级组织申诉去了 他以前跟我说过这话 申诉 对 很有可能 以我对婚和的了解 他绝对咽不下这口气 他对申诉也是应该的 申诉啊 那也该跟组织请个假呀 还请啥假呀 人都找不到了 老虹 你这一天一休跑哪儿去了 我们到处找你 嫂子都快急死了 你们急 我还急呢 这一天一休 我就想过了半辈子 我知道你心里憋屈 可话又说回来了 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团下 就抓了王雅明 而且还亲手打了人家 组织上处理你 那也是应该的嘛 处理不处理 我暂且不跟你理论 我要去徐州 我要搞清楚 王雅明的底细 你去徐州 对 你开什么玩笑 我说刘洪同志 你现在虽然被停职检查了 但你还是局长 怎么 向山林职守啊 政委 我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事情搞不清楚 我是吃不好睡不着 就像是有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 压得我闯不过戏了 你知道吗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你得相信组织啊 我会把你提出的 一点上报给组织的 由组织上来查清 王雅明的来龙去脉 那不行 一急急向上报 时间太长了 我刘洪也等不起 再说了 咱铁道游击队 啥时候求过别人 打岗村除高净斋 哪一件事 不是咱铁道游击队自己办的 王雅明的事 也要靠咱自己来办 好啊 你想自己干可以 我现在就给上面打报告 等批下来你就去 院长 政委 你跟我耍心眼了是吧 你打报告上面能批吗 他们知道了还能让我去吗 你不能去可以换别人吗 只要是曾铁道游击队的人 把事情查清楚不就可以了 政委 你还是不信任我 我告诉你 你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我确定了 我今天晚上就走 柳红同志 现在不是你开探场 搬火车的时候了 你是铁路局的局长 组织上绝对不会允许你 搞个人英雄主义的 啥 你说我搞个人英雄主义 政委啊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了解我刘虹吗 我刘虹从前就是个穷工人 要是没有铁道游击队 我刘虹啥都不是 我把铁道游击队 把组织看得比我的命都重要 我这会去查王雅明 不是为了我个人 我也不是为了啥英雄 我是为了咱铁道游击队 为了咱早庄解放区 你想想 王雅明要是国民党派来的 可他拿着咱解放区的 红色通行证 这里面就有阴谋 政委你想过没有 那王雅明 要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怎么办 那我甘愿受罚一路到底 政委 这个王雅明他肯定有问题 政委 你听我跟你说 你看 你比我有文化 也比我有水平 你把这些天发生的情况 你好好地想一想 你看啊 从药车批到运军火 到故意激怒我 让我们抓他 造成政治影响 让组织上表态 他这是一个圈套啊 他想干啥 我是越想越后怕 还有 那天晚上 王雅明的小汽车 通过咱们检查站 咱们捡到的那个烟盒 还有他身边的那个陈阿门 报文才的失踪 他办公室里的坐钟 这一件件的事情 都跟松维有关 这一桩桩 都是冲咱铁道游击队来的 可咱还蒙在鼓里啊 政委 你说我能不急吗 能睡得着觉吗 我这两天事多 王雅明的事 没你想得深 不过现在看起来 是到该查明白的时候了 可是调查王雅明 非得到徐州吗 必须要去徐州 我得去找徐怀生 徐怀生啊 他以前是军统的人 他一定知道松维的底细 可松维呢 十有八九 被王雅明藏起来了 而这个徐怀生 也一定知道 王雅明的底细 可你一个人去 我不放心 胆枪匹马的 太危险 政委 咱都是九死一生过了的人 咱还怕危险吗 你万一有个审视 我怎么跟嫂子交代 怎么跟底下的弟兄们交代 政委 虽然是我一个人去徐州 可我不是单枪匹马 你忘了 徐州中山理社的杨掌柜 他是咱们的地下党 上一回他就帮过咱 这回我还去找他 正委 要是这件事你不同意的话 就当我什么也没跟你说过 所有的事 由我刘洪一个人担着 你就这么看我 我不仅是你的政委 你应该知道 我还是你的兄弟 如果能够查清王雅明的来龙去脉 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任何责任 正委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 你跟我刘洪就是一条心 我不仅要和你一起承担责任 我还和你一起调查王雅明 那不行啊 正委 你是一个书记 你咋能跟我一起去书中冒这个险呢 说你是一根筋 我这儿离不开 但是我可以帮你 帮我 对 我手里有一份许怀生的档案材料 这份材料对你一定会有用 你 咋了 正委 你可真是我的好正委啊 我这儿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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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飞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尝起那动人的歌谣 爬上飞快的火车 将骑上奔驰的群马 车站从铁道线上 是我本上的好战场 我们把飞车弄好一样 说火车没有下照亮 中将当到大地上 大地上飞车被淡散 西边的太阳 旧有我闪亮 为死的我日久来到 大地上飞车被淡散 大地上飞车被淡散 大地上飞车被淡散